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些树今天戳下了波兰总统的专机 因为新闻说卡钦斯基的专机是撞到斯莫朗斯克的树掉下来的 对 你说这个事情徐老师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但这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就说这次俄罗斯很紧张了 就是为什么呢 本来这一次他做了很漂亮的表演 普京 卡廷事件呢 一直要求苏联做一个 俄罗斯做个官室盗窃 而且正式把当年的参与者 仍然在身的列作罪犯 这么搞啊 就一连串法律啊 赔偿 所有事都来 那俄罗斯呢 盗窃过好几回 但是就是不肯往这条路走 因为牵涉很多赔偿 那这回普京做了很戏剧性的动作 就他在这个卡廷产案的现场 本来是两国一起搞悼念活动嘛 这个普京单期下跪来献花 那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动作了 可是谁知道 他做完这个动作 没多久又出这个事 在俄罗斯领土 好像又是一次波兰精英 集体这么死在这 所以现在俄罗斯非常紧张 想尽办法 想怎么样去搞好这个事 赛后 你知道了 就是要不是说卡廷产案 要不是因为做这个节目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了 真的你们都不知道 我知道了 我觉得触目惊心 而他说这个种这个树 埋那个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 那个这个万人坑上面 就是种的这个小松树 那么你知道这个事情啊 被压了多少年 前苏联不予承认 为什么呢 这个要不说特别复杂 就是说 谁发现的 反而应该说是德国法西斯发现的 对 因为啊 德国法西斯不是打苏联吗 二战的时候 打到了这个卡廷森林 斯莫伦斯克这边 打到这一边 发现埋了很多尸体 然后当时 总共是有两万多人 两万总共有两万多人 当时就是说 一看穿的军装 这都是波兰的 波兰军人的 长枪兵 第三兵团 然后呢 这个德国的宣传部长 戈佩尔 大喜过望 这是好的宣传呢 向全世界 那个时候 国际红十字会都都关注 就是说 这个事情 他就说明 你看前苏联 多么凶残 他杀了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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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 但是你知道吗 当时人们呢 不相信他 因为你是纳粹吗 因为你纳粹 而且当时 因为是戈佩尔说的话 不是 也是因为啊 这个斯大林 就前苏联这方面 强大的宣传攻势 那个时候 前苏联方面就讲 因为刚刚赢了 那个斯大林格勒会战 不久出的这个事 所以世界舆论呢 人们感觉 好像是 布尔什维克这边说 你能相信德国法西斯的话吗 说那个地方 是个原来考古的一个 什么地方 是个墓葬的 考古的遗址 哪个人 听他们胡说八道 结果 当时你知道 连这个波兰不是有个流亡政府 在伦敦吗 这个流亡政府在伦敦呢 一开始 一爆出这个新闻 流亡政府 就怀疑是苏联 因为这么多年来啊 他们发现 他们查很多波兰军官 不见了 都不见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的 都不见了 所以他们怀疑跟前苏联有关 但是因为你要配合 整个二战 反法西斯的 那个时候英美跟苏联结盟 对 所以你看 这就是 要不说这就是说 所谓的政治正确吗 很快波兰的流亡政府 又收回口径 又觉得说 因为你这头是 德国法西斯在宣传这个事 苏联那边是否认 所以呢 你看出现这么一个交织的情况 然后是知道多少多少年 多少多少年 这事后来还有很多蹊跷 就是说首先呢 它牵涉到我们对历史观的一个理解 就我们传统上 我们中国人受的教育是说 二次大战是个正邪大对抗 正的一方就是我们同盟国 邪的一方就是那些轴心国 对 但其实不是这样 二次大战的 起码欧洲战场的开端 是苏联跟希特勒是站在同一条阵线 因为一起瓜分波兰 就是因为他们一起瓜分波兰 英国 法国才向德国宣战 所以你想想看 当时真实的欧洲战场的第一枪响 是苏联跟希特勒两大集权一起合作的 所以我们搞错了 就这么多年 我们总觉得苏联永远在正义那方 不是 苏联是后来我觉得是自己都上当 其实当时希特勒那个算盘太容易的 希特勒算盘是什么 他早就想干苏联的快地方 但是没地方直接接壤 他一瓜分波兰 他就可以有地方长驱直径 你乌克兰草原那些地方了 结果斯大林是上当了 等于是一开始跟德国合作 那后来才知道上当 忽然间才变成就是我们盟国的一员 所以这个卡庭事件 恰好就提醒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扭曲 不见得是黑白分明的 起码欧洲战场不是这样 他具体成分的相当的复杂 你比如说这个怎么会有一个这个所谓卡庭事件 当时是很多波兰军队就苏联打过来 苏德就是瓜分嘛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瓜分 那么大批的波兰军队就投降了嘛 就投降他们算战俘 你知道当时俄罗斯有什么八个俘虏营 几十万的战俘啊 但是他们说呀 后来说这个事情死的为什么都叫波兰的精英呢 打死的大多是什么人呢 最后枪毙的哈 都是波兰军官 包括是间谍反间谍机构 波兰的监狱就是狱卒执法机构 就等于说是你的国家机器 还不止 为什么波兰当时有个制度 他所有的大学毕业生 都自动成为预备军官 那这个卡廷事件死的这两万多人 就是第三长枪兵团 所有的军事分子集团 那这个军团很特别 他里面那一批是精英中的精英 律师 银行家 大学教授 工程师 帮波兰设计 飞机设计 火车的一批人全在里面 而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处决他们呢 首先我们那个时候的苏联很特别 第一他没有签日内瓦公约 所以他是不会承认什么战俘权利 第二当时呢 是史达林他们中央政治局委员 开会集体通过一个决定 就因为收到一个情报 就是这帮人都是精英 史达林就觉得 我要把未来波兰的精英 趁这个机会全干掉 这保证他将来呢 不会再有 你这是一种解释了 我再提供一种观点 就这种观点啊 是后来有一个人呢 研究了很多解密材料 他就觉得呢 当时苏联做成这个事 也不见得要归结于 斯大林个人的某种好像是特质 他觉得是整个苏联的意识形态 最后决定了造成这么一个悲剧 为什么呢 大批俘虏 波兰人来了之后啊 他要划分 什么人关在哪 什么人关在哪 那么苏联当时布尔什维克 他是按照阶级 对 阶级观点 他的观点说这是资产阶级 对 那么你这些军官们 这些什么医生啊 律师啊 所谓这些精英 他们看来就是属于思想最反动的吧 上层建筑里边的 所以就关在 集中关在三个地方 像其他的很多普通士兵啊 很多后来也就放了 或者说转成劳工 就跟他们不是一个待遇 那么到最后啊 说是贝利亚 就人民内务什么委员会啊 就是最高的那个安全同志 贝利亚说是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他就是因为他们在内部也派了派了很多探子 发现这些人呢 最反动 不老实 有这个反苏维埃的思想 没错 本来苏联人是想用我们这个革命的改造运动 一定能把他们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也不见到社会主义新人 五眼机新人 最后他们发现呢 又感到挫败 就改造了半天 改造不了 这帮人怎么思想越来越反动呢 因为因为你知道吗 其实每个战俘营里也会有一些异端的思想反对的行为 但是你知道吗 被情报机构汇总起来之后 摆在高层面前的就会觉得很严重 就觉得你这个整个战俘营全是这些要闹闹事啊 这帮人怎么能给你放回去 所以最后就签了 可是你想想看 这个观点就跟我刚才说的 在这个地方是统一起来的 就是当时啊 他这个要毁灭这批基因这个想法 也是有档案有牵涉到 因为他们报告也提到这批人是精英 精英本身不可怕 但精英还反动 就精英还反书 主要是这批人 因为就民族斗争跟阶级斗争 对 现在混在一起 现在混在一起 而且他那个处决方式啊 是很机械化的 他是怎么处决 一卡车运去了那些人 然后呢 他坐一个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旁边开大风扇 遮挡里面开枪的声音 一个 躲下来 对了证件 对了 用铁丝 用铁链 把头往后 跟手这么绑起来 推进去 再对一对 身份没错 一进一间房 刚进房 就有一个枪 在后脑枪 啪开枪 然后呢 一下倒下来 对了后脑嘛 然后一倒地 就旁边有两人 有个鞋的滑梯 把尸体一推出去 外面就是个卡车 然后旁边一个人 准备一桶水 一洗地 这个枪手 还有人负责在后头给他换子弹 然后下一个进来 就一天 后来拍成电影了 是吧 华尔达嘛 就波兰的国民导演 那个电影啊 我跟你说 找机会 你们要看 但是我觉得你要有点 懂波兰的历史啊 看才更好 要不然外面会觉得 这个电影有点碎 但是那个电影 就前年的时候 去年是在波兰上映了 那轰动的程度 所以我说一个国家 就中国没有这种导演 现在就华尔达是波兰的国民 什么叫国民导演 就共产党时期 他拍的那些电影里面 都是有暗指 亦有所指 老百姓爱看 都知道他讲什么 到现在他明讲这些事 他中间有一些片段了 比如说我一听看一些报道 说波兰人在看这个电影 一开场 在那个战俘营 有个将军 出来还演讲 对着战俘 你们要好好保重自己 你们要回去 我们要回去 将来自由的波兰 要靠我们 讲到这 全场观众哭的 因为他们就知道 这个结局 一个都回不去 将来果然没有一个自由的波兰 然后就 所以这整个 这个戏在波兰 引起那种轰动 就是全国人民陷入狂热 然后那个太太厉害了 所以你就是国民的集体记忆 你就能理解 为什么这次波兰总统的飞机 就为了卡廷惨案的纪念 出事这个波兰 这个国民 他这个这个悲痛 这是发自内心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可以看看这个卡廷惨案的历史的照片 就是这个万人坑 当时这个大概是在 这个执行枪决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大概是在1940年 那个时候前后 1940年 那差不多是1941年 发现的这些坑 你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当时刚发现的时候 就是就像文道刚才讲的 就发现 这是手法很熟练的人干的 因为大多数的人 每个人就是紧贴着后颈 中一枪 很少有人中两枪 而且还发现 像你说的 进一个房子 抵着后颈 一枪打死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方式 对着坑 对着坑 因为就发现了 有两具尸体 是一发子弹 打出来 跳弹 又打到了 他下一具尸体的身上 就发现 四周围的尸体 排的整整齐齐 中间的尸体排的乱七八糟 你就想象当时的 把这帮人 这帮 他们当年的前苏联 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有人后来还为这个计划 获得表扬 获得嘉奖 就说这事 人不知鬼不觉 好像当时都没知道 这个事干的还不错 为什么呢 当时把他们搬到 要枪决他们的地方的时候 你可不敢跟他们说 是要判他们死刑呢 要不那样就乱了 所以都不知道 最到最后一刻 到最后一刻 那些人知道了 那稍微有点绝望的人 反抗的人 就把你的上衣掀起来 蒙住你的脑袋 那保持着平静的人呢 他就看到了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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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轮到自己 是怎么被打死 埋在这个空里的 而且啊 这个事啊 就当时 一开始是德国发现 就是说证明是苏联干的 说这是苏军处决犯人的手法 苏联后来不是打赢回去了吗 那当时戈培尔要撤除前 戈培尔还说过一句话 戈培尔不愧是搞宣传的 他跟苏联真的是 其实是知己 然后呢 哥伯尔就说 哎呀这事 我看啊 我们撤除之后啊 苏联肯定要拿这个大作文章 就说是我们干的了 这会成为他们绝好的宣传工具 他说对了 他一走 苏联来了 马上就翻案 就说这个事是纳粹干的 说这个事 其实完全是纳粹干的 一看就知道 是盖世太保的手法 对对对 然后呢 苏联又搞了一些 又派了人去调查 又证明 然后电视上又播了几回 纪录片 也是那种宣传片 当时呢 就德国发现这个事 对波兰人做过一次宣传 你看苏联多坏 然后苏联来了之后 又对波兰人说 你看德国多坏 我们是解放你们的 然后呢 这个是好玩的地方在哪 就他其实当时 绝大部分波兰人 都知道是苏联人干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当时那个军团 那个地方是苏战区嘛 对 而且那个军团 是被苏联俘虏的嘛 对不对 那后来怎么会这样呢 对不对 怎么会跑到德国 是被他们处决呢 所以后来这个事 在战后 一直到冷战 整个几十年里面 就苏联呢 一开始还拿来做宣传 说我们帮你们发掘真相 但是后来他发现 波兰人根本 从来都不相信 到了最后这件事 这个字眼啊 卡廷这个字 成为一个禁忌 就虽然官方历史有 官方历史 从来说是德国 法西斯干的 但是他也从来不宣传 就等于有些 有些时候 比如说有些事 敏感词 敏感词了 就等于变个敏感词 明明发生过 这件事 官方也有 官方的结论 但是现在 你连官方结论 都找不到 就像变成那样 就成为一个敏感词 又由于 它变成敏感词 所以几十年来 波兰人啊 透过这个字眼 私下表达 很复杂的情感 这个情感是什么 那种屈辱 就像台湾人228年 对你说 我们现在不准提卡 每个民族 每个地方 你越不准我提这件事 不准我发觉 就越证明 是你苏联的错 就越能表示 我现在是被你占领的国家 我不是个独立的 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是全套的党案 到后来 这个是前苏联解体了吧 大概是 什么时候 他公开承认的呢 他到后来是苏联的领导人 亲手 把这个档案的复印 就就就全部的复制件 交给了波兰方面 他是这样子 到了戈巴 戈巴肖夫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就八九前的时候 已经慢慢可以公开讨论了 然后呢 到了这个九零年的时候 就整个事情 就正式的完全曝光 然后波兰就做了 很多调查委员会 然后做了很多纪念碑 我刚才说那个导演 那个波兰的国民导演 华易达 他自己的爸爸就是死在这 所以他是从小就知道这个屈辱 这次就是说 好像说是这个飞机 同时遇难的一位 就是波兰的最后一个流亡政府的 那个总统 他本身好像也是当时 这个战俘营里的幸存者之一 所以你看他这个经历 最后他又死在这个飞机上 所以当时波兰人就一直把卡廷当成 就是一方面他是代表屈辱 一个被故意掩埋的记忆 一个我们国家不自由 不独立的象征 但是另一方面又总是在想着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培养出下一代人 所以你知道波兰那时候 惨到什么程度 就是二战结束重建国家 没有人了 没精英了 来的全是苏联的专家 重建大学 全部都是东欧别的阵营来人 结果当时收大学生的时候啊 有很多大学生 其实思想很反动 就反苏联的 就反共产主义的 但是很多学校的这个收生部门啊 明明知道 照收 为什么就说 我们波兰终于又有大学生了 就整代大学生不见了 你想想看 又有大学生了 然后有的大学生 像黄义达 他自己本人啊 他当时就有个经历 就他填这个大学履历 入学申请书的时候 他写我爸爸的经历 他说我爸爸 1940年死在卡庭 就学校看就吓一跳 说你怎么能这么写 所以这是德国的说法 苏联的说法是说 这些人是1942年死的 要他改 然后结果他当时就被迫要改 要不然不能收 所以就就很多这种情况 42年 那时候已经是德国占领了 40年 这个是在苏军的占领下 后来波兰复国的时候 很大一霸片领土 就已经被苏联割去的 就战后 不过我们 咱们就去一下广告了 就超时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觉得我受到这个历史教育 太简单了 就是往往好像分清什么正邪 黑白跟武侠小说似的大体就明白 后来看书才知道 很复杂的 你比如说 你即便说波兰多灾多难 可是波兰本身也有 在德国人来之前 他残杀犹太人的这个记录 波兰总统后来也向犹太人道歉 这是很复杂 就像说是莫斯科地铁爆炸案 讲什么 北高加索 那车臣那边的人 他就翻历史上 黑寡妇 说一直可以追溯到说当年 为什么把我们迁移 说我们跟德国法西斯有合作 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跟德国法西斯有合作 因为在此之前 苏联实行的农业集体化政策 对富农杀了多少 我们这里的这个富农 土改政策 土改政策 造成的这种民族的恨 所以我就发现 它是很复杂的 奥斯维辛的记录出来以后 真的当时参加这个 这个这个屠杀的这个人里边 大部分是波兰人 对 就德国人是少数 是指挥的 执行的 很多就是波兰人 当然他们的身份 当时是德军的 是德国 富庸了 富庸 就已经属于他们了 包括还有罗马尼亚人 罗马尼亚当时是帮德国的 对 而且这个一个感慨 你们刚才讲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想到 很多具体的事情 但是也可以回到一个感慨 就胡适讲 历史是一个 可以随意打扮的女孩子 不同的人 就粉刷 当然我们骨子里 还是不相信 我们还是在追一个真相 另外一个感慨 就是说 偶然因素是非常起作用 有两个永远解不开的一个谜 就是当德军 从荷兰比利时 绕过了法军的防线的时候 一路进军很快的时候 约德尔 他的第一的坦克集团军啊 突然在那里停了两天 使得四十万英军 可以从坤口来 对 这是历史绝大的一个谜 第二 在四二年的时候 南斯拉夫那边先暴动 希特勒先派军队南下去解决 地军 小ars 辅cem Type 小ars 尔 峰 钟